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新宇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胸怀千秋伟叶 恰是百年风华 正在我台综合频道播出的 百集特别节目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以画为体 以史为魂 通过一百集特别节目 最具代表性的美术经典作品 生动在线的中国共产党 从红船启航 到奋进新时代的伟大征程 讲说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之路上的动人故事 播出之后反响热烈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主创团队 去了解用美术经典活化历史的 创新文化节目背后的创作故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这幅美术经典作品 是1959年 詹建俊先生创作的油画 《狼牙山舞壮士》 画作描绘的是抗日战争时期 五位八路军战士 在寡步敌众的情况下顽强战斗 直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 毅然砸枪跳崖的英勇场面 《狼牙山舞壮士》 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十周年而拟定的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画作 画家詹建俊在作品创作中 以西方油画的材料来表达中国精神 其刀枣俯批的笔法 借用了中国山水画的大俯批村 体现了一种密度美 周鑫 油画《狼牙山舞壮士》 这期节目的导演 接到选题后 面对一个家喻户晓的事迹 如何挖掘出背后的故事 成为他创作的关键 动势做小一点 然后这两个人物做成分层 往前慢慢地往前推 我最终讲通过这个故事 是为了讲一个掩护军民 牺牲自我 大无畏的精神 那么这个精神如何体现 除了这个蓝牙山舞壮士 那我当然就考虑去找 类似的 同时间段的 是否有类似的故事 来体现这个精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从这集开始 我们把画面中 就是元素的这种动态效果 我们提升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像里面一些 这个焚烧荒草的这个烟气 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动态的 一个鸟鸟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们手持的这个军旗 红旗风中这个烈烈飘舞 这个呢我们也做了一些 动态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 这是现代电视这个科技 和这个传统的这个油画艺术的 这样的一个结合 通过重大美术经典作品 切入百年党史的特定历史事件 让观众自然走进 百年党史辉煌历史画卷 同时节目引入虚拟演播式访谈 结合了故事短片 作品展示 动画示意 历史背景 由权威党史专家从微观视角 讲述美术作品表现的历史瞬间 知名美术专家则从专业角度 解读美术经典作品的精巧构思 和美学内涵 播出之后呢 我们也有一个愿望 通过这个作品 来了解党史 更加的能够爱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这是董西文创作的油画作品 《开国大典》的录制现场 节目主创正在与嘉宾沟通录制内容 《开国大典》作为新中国的历史画 创造了多人物情节性绘画的高峰 在中国油画发展时乃至党史上 都具有重要影响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节目做出了一个全新的探索 笔墨当随时代 由诗文风气所转 五次运动 井冈山会诗 长征 地道战 北平解放 江山如此多交 不同历史时期 涌现出来的众多优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经典作品 都在节目中一一呈现 这幅作品描绘的是在一片桃林中 在春光里 工农兵大家庭欢聚一堂 正在听一位老妈妈放声歌唱的欢乐景象 我相信五六十年代当然肯定是有高压线杆的 但绝对没有它画得这么多 当时整个国家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要把一个落后的工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 所以从这幅作品里面我们可以读到很多艺术的信息 但是通过艺术的信息解读的还是社会的变化 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最初十年中关键的一年 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实施 年轻的新中国日新月异 在整个社会朝气蓬勃的气氛感染下 诚实发创作出中国画歌唱祖国的春天 并获得第一届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一等奖 当时是想说这个祖国的春天 说这个春天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然后可能还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 它的各方面的成就吧 然后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说的 主要是从这个画的创作年代上边 去开始展开它这个当时故事的挖掘 不然就觉得这五六年确实是一个 很朝气蓬勃 欣欣向荣的这么一个年代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以多元视角揭开每一部美术经典作品中 蕴含着的动人历史故事 全景式地呈现了走过百年历史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精神图谱 其中展现在决战脱贫攻坚道路上 各民族儿女奋斗足迹的作品 老战脱贫攻坚道路上 because they can take the most of theirơm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能做出 这些活动的非常美 Bus 什么了不起的事 他们那种信仰 肯定就不是考虑的一个小我 他肯定是考虑的 就是一个整个中华民族 宠温一步步经典美术作品 我们触摸到有温度 有情感的党史 感受艺术家们的情怀与担当 再读百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 我们领略信仰之美 铭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毕露蓝旅 艰苦奋斗的激情岁月 也从作品中 汲取中国共产党人 不懈奋斗的精神力量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